今天呢,带你们用这款四色紫色眼影 画一个我这个秋妆的高贵气质妆 看起来这个妆容很提亮肤色,很显高贵 再搭上一个小配饰 不管你参加聚会或者是party 绝对你在当中会成为焦点 想跟我一起变漂亮的小仙女们 别忘了关注我和帮我按赞哟 关注了我以后,你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妆容 会变得更漂亮了 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咱们画这款 秋天的高贵气质妆 璀璨紫色,让你在秋天呢,闪闪发亮 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那话不多说,下面开始来画吧 为了快速教你们画呢 我已经把底妆都涂好了 下面我们从眉毛来开始画 先简单的勾勒出一个眉形 然后用眉粉来画一下眉毛 眉毛的颜色根据头发的颜色来选 这边把眉头的颜色刷一下 眉毛画好以后呢,我们来画眼影 先用这个最浅的紫色 在整个眼皮处打底 然后蘸第二个比较深一点的紫色 戴在双眼皮处 然后再来用眼影泡 蘸这个最深的紫色 把双眼皮的九周处勾勒一下 再沾取一点花下眼睛 然后再用眼影泡的另一头 刷一下这个紫色的 浅色的紫色 闪闪发亮的 画一下眼头的位置 和卧蚕 这样看出来 亮亮的感觉 泪眼的感觉 画完了以后呢 这个妆容显得非常有气质 高贵 所以不敢挑战紫色的朋友们 可以试一下 再来画修容 侧脸打个三 额头打个八 刷一下高光粉 刷一下高光粉 从鼻头到额头 睫毛膏 睫毛膏 现在睫毛扫一下 然后我们来把修容膏刷开 刷开后再来画个腮红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这样斜着扫 这边也是 最后呢紫色的眼影 我再配一个紫色的口红 整个妆容呢就化好了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迷人 紫色的呢画起来非常的显高贵 显气质 不管你的皮肤是白还是有点黑的话 画紫色其实都是很漂亮的 下面呢我再来弄一下我的发型 秋天的气质妆就完成了 然后再稍微弄弄你的发型 戴上一个小配饰 这样去参加聚会 或者是party 你绝对是当中的亮点 你绝对会成为当中的亮点 所以就赶快跟我一起画上这款高贵气质光吧 那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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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